好,11月10日的大把戏,我们三个在这里 Albert也有看《The Marvels》,不过他就出现不了 看下个星期就回报吧 今个星期刚刚才说了《The Marvels》 就是《Marvel队长2》,这是第一集 我们都看完,一会儿就重点讲一下 接着有两套日本片 就是《东京复仇者2》,《血腥万圣节篇决战》 这是第二集的下集,第二部下集 我觉得几图看了,我看了 我看了,三图都看了 因为我看上的戏院和长刺 反而比第二部上集更少 长刺都颇难找 好,稍后详细讲一下这三集 这个是结尾片 好,接着有一套日本片《清水淳导演》 錄音带,音就是音间的音 这个名字觉得够绝核的 挺好人的 挺好人的 好,接着有一套 我们称之为泛亚电影 就是亚洲不同的组合组成 就是延东 那陈哲艾,一个新加坡的导演 然后在... 刚才Cindy说了有些台湾的工作 接着就有国内演员 那我称之为泛亚电影 就不要说国内电影了 好,接着还有一套纪录片 就是叫做... 先看看名字 《永恒的记忆》 《永恒的记忆》 嗯,是 那Cindy和几图看了 看了 看了 那先讲了 《Marvel队长2》 《Marvel队长2》 好了 《女人万万英雄》 那让Cindy先讲吧 我重新... 我是没有看第一集的 因为我真的不是粉丝 我不是太是Marvel的粉丝 那你有看《Endgame》的吗 我都没有看最后的 我真的不是 所以你看到经常你们讲Gmail 你们讲Hero的戏 我没有出现 就是因为我没有什么看的 我真的少看了 不好意思 是的 但是我想说这一套 这一套我有看 这一套是二入口 可不可以叫做二入口呢 都应该是 首先作为一个 我都喜欢猫的人 其实我相信有很多观众 我今天去电影院买票的时候 也有女观众是因为 喜欢那只猫 猫海豹 所以吸引了她去看的 因为她的市场是很聪明的 因为这次她就 销售猫 其中有一张 就是因为她看电影 她看IMAS有海豹送的嘛 其中有一款海豹 就是全部都是猫 那一款海豹 那一款海豹 其实真的会引起人去看她的 首先因为这个是 但你看的时候 看到一只猫 原来会吃人的 你害不害怕 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 不害怕的 是的 我不害怕的 这个是你会吸引到观众 入场的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 如果我没有看第一集 我只是这次看这集 究竟会不会明白她的 又不会说跟不上 我觉得 但是我发觉应该就是 因为她这次有三个女主角 而那个妹妹 即是印度那个女孩 MISS MARVEL 她本身有一些外传 在Disney Plus上面 就是她有六集 是的 是六集的剧集 我相信是 看完之后 其实是少了补缘 如果 亦都是其他MISS MARVEL的电影 如果你想知道里面 那些角色的来龙 去密多一些 了解多一些 就真的要上去 看完他们的剧集 片集 但是 这件事我稍后再做 但是这部电影 我觉得也挺有娱乐性的 首先就是 这次的片长 真的不长 105分钟 这个很大的原因 因为 她说明是MARVEL 暂时最短的一套 是 因为当你看到其他 之前的MARVEL 都是起码两个多钟头的时候 你会发觉 因为就算之前 譬如有些 我有看的电影 譬如《Daughter Strange》 其实那些都是很长的 《永恒族》 我也有看的 都是很长的 变了 有时你就觉得 如果她太长的时候 我是不是她太多资讯上的 我要了解 我才能进去看呢 我会有点缺步 但是当我看到 105分钟的时候 我就会没有那么害怕 至少里面 我就算不看之前 我应该都会看得明白 我也是OK的 事实上你真的明白吗? 没有看上一集的时候 不会不明白 当然有些事情 你都不会不知道 但是问题是 你知道他们三个 因为他们三个 其实他们的缘定 这部电影是 我觉得这次 很讲他们三个人的缘定 始终不用很明白 你不用很明白 你都会觉得这部电影是娱乐的 因为它里面 放了很多元素 是喜剧的元素 在里面 即他们怎样的日常相处 他们的互动 即今次反而 譬如有些猫猫的出现 即他有一些 我其实最喜欢的位置就是 剧头上 就是有那一堆猫出来的作用 那那个是 吹喉也有的 是的 很有娱乐性的 这一件事 还有当然也觉得 他有一些小聪明 而令到这部电影 不只是男性观众 即取悦到男性观众 即女性观众都会看得很开心 那还有彩蛋也都是 不会说 即有时彩蛋太多 彩蛋你接收 你知道什么事的彩蛋 什么知道什么事 他有很多信息在里面 尤其是最后那个 是的 你知道 你讲到最后那个 还是 即将会有一个 有个系列 将会整个系列 复到猫猫那里 是的 那些都知道 因为你将来都会做 是的 还有最后是有一个猫 即结束了彩蛋的时候 是有猫叫的 就是不知道这些 都是一个小彩蛋 是挺有趣的 是的 这个是挺有趣的 我觉得现在 我听你这么说 我觉得整个戏的策略 即是吸引到你这些 未跟着整个猫普士 的女观众去看 即是比如猫 女性主义 里面一个女团 这样的东西 吸引到你去看 不过我先说了我 刚才才说二入口 我加了一个二入口 但是没有营养 我想加一个 真的没有营养 我看的时候就觉得 我一开始就觉得 哇 原来这一套就是 就是我们之前 跟几个图看 譬如看《魏入3》的时候 已经觉得 整个制作很厂景感 那些气服 很气服感 即是不像 以前的《马虎》 但给你听 这个世界是 你可以尽情投入的世界 我一看的时候 好像片长的感觉 即不是长度 好像一个片厂里面的感觉 那这次更甚 我觉得是 那你见到 其实我觉得真的 都算差了 就是越来越差 我觉得《马虎店》 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之前看《Guardian or Galaxy》 会更好一点的时候 就是因为它是 它是 《Gymes Gun》 就是《Gymes Gun》 它的創作 又它的創作 以及它本身的剧本 它的幽默 摆下去的时候 又会看高一点 但去到Marvel隊長1,我都覺得很一般 來到Marvel隊長2,真的比Marvel隊長1更加沒有營養 譬如有些雖略元素包內,譬如女拳 然後加入貓貓,原來是在開展Face 4之後 然後準備原組的下一代或接班人會組成一個隊伍 他會跟著方向,準備這樣去,今次也是 有Marvel隊長,今次變成Marvel隊長 就是多兩位成員,每一個小隊準備組成 你看到他準備這樣做,但今次的製作或劇本 真的很偷懶,太懶惰了 反而上一集,你看到他提到太空政治 例如Marvel隊長2,族人那種恩恩怨怨 其實更好看,男女有別 那邊好看,今次純女團在一艘船裡玩一些少偉 或者組合這樣的時候,確過於透計 就變成真是沒有味道 看起來就覺得像眼球那隻 先說到這裡 好,我覺得Sindy,如果你看今次 你這麼滿意這些太空貓 那你就看上一集了 因為上一集就是第一隻貓你看 那隻貓我覺得就已經在上一集裡面 最出色的一個新的貓英雄 漫畫貓英雄出現 那我覺得其實今次看的時候 他關鍵就是主要的危機 就跟那個支持或者Endgame 他們都撞到的那個宇宙危機 就沒有太大分別 而且我覺得他這部戲 就令到我有一個叫做新Marvel 他的去向,他們有個大問題 他找不到一些新的去向,Endgame之後 有兩大,我看的時候 都看到這個Marvel有個轉變 第一,他有很多電視劇 但好像Sindy所說 你沒有看都沒有什麼問題 他是太過穩陣了 所以裡面很多人都說 哇,那個印度Marvel或者Monica裡面 其實電視劇那裡已經有很多支援 那個故事支援 但是原來你不看 他都會關照到你的 好還是不好呢 我覺得其實 你好像現在這麼簡單 那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在那個Marvel Universe裡面來說 他就比較相差一點 他就比較相差一點 就是沒有一個新發展 那其實我對這一部 就有幾大期望 因為我覺得他第一集 他出的時候 他就是把Marvel隊長 就由一個叫八十 就是他去了八十年代 就是那些漫畫的最初期的那時候 來講回Marvel隊長的重要性 而且這次第二集 我其實都想著 會不會是Barbie之後呢 這個叫後Barbie的女性電影 可以令這部電影有種與別不同呢 這樣 但是我看的時候 Marvel隊長或者Monica 或者加上印度小妹妹 他們基本上 他們好像沒有什麼特色 或者女性漫畫的英雄呢 有些就是跟之前的大部分 男人英雄 男人漫畫英雄 有不同的分別 其實都是一個 男人打也是一樣這樣打的 那我當然是欠了這個 因為他現在這個故事裡面 所說的那個叫做大的宇宙危機 那我發覺他整個戲裡面來講 危機意識是不強的 出不來的 而Marvel隊長和他三個 他最主要是告訴你 他們有一種能力 可以大家互調身份 那是挺有趣的 好像神奇 好像楊子晴 他在平衡宇宙那裡 他怎樣把那些能力 怎樣在另一個宇宙拿回來 那樣 但是我覺得 你如果套下去 Captain Marvel裡面來講 那我覺得 我看不出他有什麼 一個英雄的特色 還有他怎樣解決這個 今次的宇宙危機 那些特別之處 是的 是欠了那些 譬如你 譬如你 其他人就覺得 那誰是大師 大師有什麼能耐 可能他還收起來 可能去到Avengers 5 之前才煲出來 那現在變成Face 4 的時候 就好像一個地圖 你聽 這個平衡宇宙 是很大的 有很多不同的Hero 不過我還沒結集 還沒結集 等到我認為 我需要準備 按按鈕 出Avengers 5的時候 我才按鈕 變成現在看Face 4 這幾套 當然有些好 譬如永恒祖 我覺得好的 譬如上戲 我也覺得OK 但去到這些 其他的時候 我覺得實在太 既沒有劇情上 譬如整個宇宙 也沒有進展到 也都 真的說 製作越交越差 譬如我想 舉個例子 譬如我看到綠色族人 即是黑魯斯族 是不是 黑魯斯族 我先猜一下 我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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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第一集也有出的 整個族都是綠色的 第一集的化妝也更好 這次不知道你有沒有說 就好像 蓋著 臨記蓋著頭套就上場 去到現場 連眼窩裡面 都不做少少特技 去弄走人的眼窩 就變成像TVB台慶劇 台慶表演 蓋著頭套就裝進去 我覺得這些真的不收貨 其實我最認同 Alan他主要說的 這次他沒有了一個形象的反派 他現在這個故事 講到整個宇宙 因為那個宇宙魔方 令到有這種浩劫 這個叫空間危機 但是我覺得 一定是Marvel 他最吸引的是 他有一個很強大的反派 譬如現在 其實我們都在等一看 那些故事 他這個 正正我覺得 基本上 那些叫壞蛋 不是很夠力的 而 反而 Captal Marvel 他們在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還是有些 不是很自在 覺得危機意識不強的 就好像一個任務 有待解決這樣 那這個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會看到那個戲 基本上 就 作為一個叫做 漫畫英雄戲 裡面那裡 就少了那種戲劇推動 現在吸引 我覺得三個演員 他都頗有格 他都頗有格 他頗有格 但他那些格 就不是一個英雄的格 他沒有解決到 一個叫做 這部電影出現的那個危機 那個爛不了他們 那樣的 而且那個劇本 偷懶 設計差一點 比如Monica 和Captain Marvel 本身就是那種 你小時候扔下了我 有一種叫做 我恨你 但是我又要追隨你那個感覺 你見有一個設定在那裡 我不知道劇集本身是否說了 那來到電影 上集那裡 上集那裡也有 OK的 OK 開了OK 但是不知道 承接那裡 是不是交給劇集做了 我沒有看 可能這些粉絲告訴我 來到這一集的時候 就當是觀眾之不重要 但是你中間他們那種 就是怎樣去化解那個恩怨 或者接受你 就是你是我兒時的偶像 但是我因為我 某些原因 我恨了你 我恨了你的時候 我要化解的 這些全部都沒有一個很漂亮的鋪排 或者沒有進展 變成最後一個月就化解了的時候 覺得你真的很難 那片劇 你中間在船上搞這麼多 說這麼多 都沒有去做一些 就是在三個人的關係上 擺多點心機下去 這些人真的實在太懶惰了 未必是懶惰 我們檢查一下 是否因為那些編劇 劇集說了 不是 那些編劇在罷工 那他們可能在現場 撿山地撿出來 為什麼我覺得又沒有營養沒有味 我看的時候 你明明有這樣的設計 好看 因為你離開了我 我又成為了超級英雄 大家的身份是平等 但是偏偏你就是我兒時的偶像 還有我跟你有一個 好像母女的關係 我代替我媽媽照顧你 上一集就出到這種關係 其實大家想看他的發展 這集明明是最好看的 因為多了從身份 就是大家都是超級英雄的身份 我們看的時候覺得 你一定是有些很厲害的感情 或者很厲害的場口去爆他們的恩怨 沒有的 在船上滑 可能就覺得 照顧某些觀眾 就說不用說那麼多 這些關係 純粹輕輕鬆鬆 跳繩子 跳繩子 解決了 我覺得 我是過不了關 我是挺怕看到這些事情 真的浪費了 我覺得 基本上來說 我看的時候 他的製作 尤其是視覺 玩的顏色 都的確挺上心悅目的 只不過一個故事 我覺得 Marvel電影 它建立了一個 universe的世界 但是 頭頭十年之內 玩得很厲害 可以說是時代 甚至 你可以說 他和Mages 最初 那三集的時候 帶出來的那種 流行電影的改變 Marvel是有這種熱潮出來的 但是自從Endgame之後 或者Stanley 即是靈魂人物 他走了之後 你會發覺 真的 的確是在那個故事的發展 是有了一個問題 出來了 所以 你會看到 有一個事情 就是 那些創作人 找不到那個去向 但是 不是那麼困難 為什麼呢 因為在他那個Library裡面 Marvel的世界 就已經是很完 比較上故事來說 很完善的 他隨時 就拿回一些 之前 就算是Captain Marvel 他拿回他的 紫媒的時候 漫畫版的 那些故事 他已經告訴你 是 這樣也成功到的 現在還有電視劇 做前設的 所以我覺得 他在電影版 今次看到 那個 有問題的出現 就是 你會看到 他在電影版 他沒有著意 在想過故事的時候 就著意 這個是電影 來的 就跟電視劇 或者漫畫 不同之處 是可以變得出來 他現在 我覺得 譬如特技 那些 你都做得很完善 但是 最關鍵就是 Captain Marvel 這個角色 而他這個角色 你會看到 在男人的漫畫 世界 英雄的世界 那裡 大家都已經說 他是一個 好與別不同 他比男人更加重要 更加有能力的 一個 一個英雄人物 但是我覺得 他表現不了 出來 尤其是 巴比之後 巴比 告訴大家 女人看世界 他有一種新角度 這種新角度 在裡面 如果套落到 Marvel隊長 那裡 我們覺得 新的 就可能在那裡出現 其實要跟Cindy 補援一下 就是為什麼 我們覺得 Captain Marvel 那麼厲害 就是因為 本身Captain Marvel 就是 Marvel Super Hero裡面 最厲害的一個 就是本身 他也是這樣宣傳 就是他有能力 打敗Fanel 是一個人來的 就是我們 看那個線 那個能力 就是那個能力 來到這裡 就真的 你又沒有說這些 就是 浪費了之前的設計 我覺得 我想問問Cindy 裡面有一場 我自己覺得 很老尷尬 很尷尬 就是 他們去到 水星球那裡 和王子 跳舞 唱歌 我看的時候 就覺得 尷尬到不得了 我看那場 觀眾 沒有什麼反應 不是笑那種反應 笑不出 大家都靜一靜 我看那場 都八成滿 我自己看 我看那場 是 我都是分享 純分享 因為那場的反應 是 我想我隔壁那個人 是一個記者 他就整個趴在那裡 喊了出來 因為我明白 因為他如果作為一個 Marvel的Fans 看到那場戲 他是覺得很老鑑的感覺 那一刻也是 就算 尷尬都不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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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場戲都沒有看 但如果我不是一個粉絲 我也有點腦鑑 我突然覺得 為何突然變成阿拉丁 但是呢 因為這個也是 即是阿朴俊 阿朴 糟了 我怕我說錯 他的名字 朴俊俊 是的 朴俊俊 是的 他是一個賣點來的 是這一套戲 因為你加入了一個 韓國知名的演員 這樣 但是就沒有想過 其實他這個角色 變成一個污點 這麼尷尬 因為其實 不要說其他日 其實造型 已經覺得 整件事的造型 他的造型 是不知道為何要這樣設計 當然其他那些 出來再歌再舞 那些 就真的很一貫 突然變成迪士尼的風格 連整件事 我去看的時候 不是觀眾尷尬 我是覺得 連男女主角 在場跳那兩個 都有點尷尬 那些感覺 我不知道大家 我都感覺到 所以我說 娛樂性很豐富 怎麼拆解那場 完全沒有反應 我都沒有反應 有些人就說 他是在夜遇 迪士尼的公主潮 公主熱潮 但我覺得他做不到 我覺得不是 他想投入公主潮 但投入不到 那隻 不是夜遇那隻 首先 為什麼我經常說 他整個預算降得很低 沒有製作 你看到這個水星球 連一個大歪縮都沒有 他形容這個星球 為什麼要被人掠奪 因為他有99%都是水 是 我覺得 你應該有一個很漂亮的 畫面設計 設計出來 告訴你 這個星球 是很多很多水 跟我們平時接觸的不同 現在 比我們那條街 就好像 我們去開龍公園 隨便找一遍 就拍了就算了 而且 林記不夠多 不要拍那麼歪 不要拍那麼歪 一開始這條街道 五十個好了 然後回去 皇宮那裡 又是說五十個 換套衣服 多些人都沒有的感覺 馬虎電影 現在的預算是少到這個地步 我看的時候 就覺得預算已經夠少 還要出到這場 這麼老鑑 老鑑得來 還要 連演員老鑑都被我們看到 千里說得對 雷主角都好像很尴尬 那樣跳到 還要我唱歌 不是吧 她的聲音 又不是唱歌 其實 如果你看回原主 本身 《Niss Marvel》 如果你看到《Endgame》的時候 他剪了一個 很男子頭 很好 不是現在的長髮形象 本身漫畫裡面 是有一些 叫做《Lesbian》的訊息帶出的 肯定是的 就是漫畫裡面 我當你電影 不加進去 也不要這樣整股 變成公主 我聽說我是政治婚姻 要做公主 我看的時候 就令我想起 劉鎮偉 《九二神叼合雷》 不是《九一》 是《九二》那一部 再漫畫通話一點 但那部是喜劇 這部不是喜劇 那部不是喜劇 我拍完喜劇 變成兩個字 老鑑 我看得到 我也很老鑑 其實 初初找他去做《Niss Marvel》 《Niss Marvel》的時候 他都基本上是很大膽 因為他本身也是一個很性格的演員 他不是走那種偶像派那種路線 我覺得 去到這一集裡面來講 其實他的型 就真的進入了一個 叫做女性漫畫英雄的那個型 我覺得他如果講演出裡面來講 他的造型是不頑的 但是呢 戲劇的那個處理就有問題 這個是最關鍵 其實比較上來說 因為《九二神叼合雷》 第一集的時候 《Niss Marvel》 經常都講《Captain Marvel》 他第一集的時候 不是 《Captain Marvel》 《Niss Marvel》 《Niss Marvel》就是 印度妹妹的電視角度 叫《Niss Marvel》 《Captain Marvel》是對的 對的 對的 《Niss Marvel》 《Niss Marvel》 是承認了很多的 他長頭髮 這個 他裡面 都挺有趣的 但奈何 整個 整個 最大的能量 你也看到 他是很鮮 手動動 出那些能量 好像上戲的那些 玩武功 但是他有一些能量套出來 但是不足夠 看不到他這些能量 就是一種真正可以改 或者對抗到這個宇宙魔方 那種力量是來於怎樣 這些細緻的處理 我覺得 就很大失色 對於那個叫做 動作電影 或者這個 漫馬英雄世界的電影 就差了 所以 如果看完那個時候 我覺得 如果你一去比賽上來 第一集 都比較好看一點 但是我們預計不到 第二集 是這麼少的戲劇元素 在唸 就是這樣 就是最後一句 就是我們 男人看 看美女 以前我們覺得 找了Brior Larson 做Captain Marvel 以前 Marvel多美女 原祖級幾個 很美 就是Scarlett Johansson 那些 全部都是美女的級數 我當政治正確 不會只找美女 最後一句 我覺得 Brior Larson 已經變成一個 硬直擔當 最美的蓋 現在變成了 是否這樣呢 Cindy 你看 不差的 不差的 我想說 她拍照 她沒有那麼漂亮 這部電影 拍得漂亮一點 漂亮的 是 是 身形很健康 身形真的很健康 她 她是維持訓練的 為了這個角色 是 還有她上一集 她最主要是 她回到地球 那時候 她穿 她對她自己的衣服 很有意見 然後選擇顏色 是啊 我覺得她那段 其實是挺過癮的 在那時候的感覺 你記得她和Monica 小時候有這些互動 大家一起 開飛機 選擇衣服的顏色 為什麼 Captain Marvel的衣服 好像 美國 旗的顏色 原來是因為Monica 小時候幫她選擇的 是啊 這些就應該 有些新世代的眼光 來改善 兩個人的回憶 那些感情 就應該放回今集 有發展 現在就變成沒有發展 但是 基本上 有一點點 過癮的 就是這次 其實三個女英雄 那三件衣服的設計 我也覺得是挺好的 真的好 讓我想起 上一集 Monica 在那裡說 其實女性英雄衣服 應該怎樣 什麼那些 那些 那個視覺的效果 有些不同 但是 這個其實 基本上 都是裡面的 那些 戲劇的配套 不是主要的 那個 戲劇的推展 最後 我覺得 不是一個 叫做 彈的地方 不是一個 賺的地方 你看到一個 時代推進就是這樣 比如你看到以前 Scarlett Johansson 或者 腥紅女 無見衣服很性感的 是 很見到 玲瓏浮得的 去到現在 今時今日 政治正確之下 就全部就好像現在 一套衣服 拉上瓶頸 看不到 看不到任何身形 我看到 Mr.Martha說 妹妹 絕對不能穿 一些性感的 衣服 小心被人 告 你看到 褲子 厚度 我覺得 就是 你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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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衣服 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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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能夠 她的年紀 或者她的 角色身份 看到她的身形 薄一點 都不行 所以我覺得 整個演變就是這樣 我叫她的褲子 好像婆婆的運動褲 有些覺得是辛苦 拍的時候 好 那講完這個 Marvel對著一二 那講一套大陸戲 延東 導演陳哲也就是 新加坡人 新加坡 是的 是新加坡人 那 看他的資料 這套戲 就是她用一個 極短時間去創作 就是她用了半年時間 就是有空檔 拍了 去到薩青 只不過是用了半年時間 那我 你之前那兩套 導演那兩套 有沒有看 巴媽不在家 還有熱帶雨 我有 最近 反而我有看 追蹤阿朱媽 阿朱媽就是去做製片的 就是去做監製人 是不是做監製 不是做導演 因為我剛才看回 剛才我看回 導演之前那些什麼片的時候 製片人 是製片人 我比較少看導演的戲 是 之前那兩套 怎麼說呢 起步很高的 尤其是巴媽不在家 那應該是 叫做新加坡 新世代導演裡面 就是最亮眼的一個 然後熱帶雨 然後來到這一套 這一套就變成 去到中國 拍一個中國的愛情故事 先問你 你覺得怎樣 我自己看完 我覺得有點熟口熟眠的那些感覺 可能是某一些 戲裡面的場景 是跟 它是有些 不知道我這次覺得 反而這套片是有少許 日本電影的感覺 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 覺得 尤其是可能 雪景 是的 雪景 其實有少許不同 一開始 一開始說他們去飲宴那些 比較東北一點 因為他的故事發生在東北 那些 反而是有一個 有少許 反而有些韓國的感覺 因為他在說 他是一個導遊 又說韓文 是的 那個感覺 就是有少許 像一些 舊類型的韓國片 然後看一看 去到中間 中段他們開始三人行的時候 可能有少許 歐洲的感覺 不知 有少許 那些 突然想起 早與佔 有少許 然後到 那套戲的後半段 就有一些 日本的感覺 當他們上去雪山的時候 變成好像一部電影一邊看的時候 有少許 像其他小品的作品 變成你剛才說這一套是內地的電影 反而我覺得感覺不算太內地 因為始終導演是新加坡人 然後我看攝影是台灣人 然後演員就是中國內地 那變成有少許 那個Fusion 在裡面 白雅電影 是的 有少許Fusion的感覺 看的時候就會 嗯 我想拍這個叫Z世代的 我不可以叫愛情 就是純愛情電影 就是有些叫年輕電影 其實裡面不單是愛情 關於他們三個人生 說出來 一個躺平主義的感覺 我想在國內拍 還有請一個新加坡導演 或者其他國家導演 來到國內拍 我想那個風格 或者那個素材 應該很不同 但是我自己本身 就覺得 甚至是導演 提高一線線 從一個叫做提高一線的角度 去看的時候 我都覺得有些不足 不足就不是因為 其實裡面就覺得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看的時候 啊 究竟有沒有事情發生過 好像沒有事情發生過 看到這個時候 嗯 就是你看到他們 就是剛才你說的 就是一個好像早與尖的愛情故事 就是三人恨的一個 三角戀愛情故事 但是三個都背負著一些很沉重的一些 背後一些傷痛 那問題就來了 這些傷痛呢 導演是沒有告訴你 就是要你自己從裡面 一些很蛛絲細節裡面 去猜他們的傷痛究竟是什麼 然後再去感受他們的傷痛 變了看的時候就考慮 我也考慮了 就覺得 啊 為什麼他會這麼不喜歡 尤其是男主角 就是劉浩然 就是 男主角 你經常覺得他好像很想輕生 就是想死 想尋死 那為什麼呢 那為什麼呢 那我看他落尾就覺得 我真的找不到答案 我找不到答案 就是從他開始參加一場婚禮 然後原來他好像很不開心 直到遇上周冬宇之後 就可能會延點起一些生存意志 但是他們到最後的旅程 去到長白山的時候 又覺得他很想去死 但是 比如說 我不斷看到最後的時候 找一個為什麼呢 不單止去的 其實周冬宇 周冬宇反而你容易找 就是譬如有一個身體上的創傷 但是他又是那種 為什麼不開心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就要觀眾去找 去解釋這件事 變了我覺得 入門去看這套的門檻 都頗高的 我覺得是 如果你當是一個 愛情片去看的時候 分分鐘會搞到你 究竟他們三個一起 發生了什麼呢 變了有一個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是 嗯 我明白 所以我也有 我就覺得 都是看看你用什麼心態去看這套戲 可能 我覺得導演 可能是不需要 你知道 其實內隆去脈 是不需要知道 就是 怎樣開始 和結果不是重點 他整套戲的重點 就是一個 中國年輕人 Z世代的一套公路電影 整套戲的主題 根本就是 他是 講現在這個世代的人的心態 根本可能現在 年輕人的心態 可能 可能他們那樣 是 那個 那個原因 可能是微不足道的 就是說 為什麼他這麼不開心 為什麼他會有抑鬱呢 其實 分分鐘可能是 一些很細微的東西 但是 就是因為這些 這麼神奇的東西 而令到他們這麼抑鬱 所以 其實那個原因 可能 可能 就不是那麼 那麼 緊要 因為我也有看一些 就是 導演也有說 在訪問上 他也有做一些 研究 他那些研究 就是說 他有上一些 就是內地的網 或者小紅書 去了解一下 現在究竟 意識世代 中國的意識世代 是想些什麼的 或者是做些什麼的 那麼 他得出來 就寫了這個劇本 就是 原來 就是 就是 扛評 以及其實 都是過著一些 叫做 很微爛的生活 沒有榮天 沒有原因 沒有結果 我覺得 你說得很對 其實他就是想捕捉 那種 意識世代 那種 就是很虛無 漂浮的人 其實你看到 為什麼他會選取 嚴吉這個 境 我自己覺得 一個感受 就是說 英文的名字叫 The Breaking Eyes 好像將會碎 就是很容易破碎 或者在一個融化的時候 尤其是將他 跟著 將個故事背景 擺在嚴吉 這麼冰天雪地的地方 只不過 他們三個都好像一個過客 那樣 林主角是一個導遊 周冬宇其實是 本身有一個職業 只不過因為他 某些原因 要臨時做了一個導遊 所以男主角是一個遊客 周冬宇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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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臨時工的導遊 另外一位 屈楚蕭 就是一個 做一下又不做一下 一個廚房路 就是三個就好像 都不知道是不是 代表現在 那個社會 意識世代 在這個社會的狀態 就是說 有種叫高不承低不走的感覺 走不出去困局 大家都混亂在這個邊境裏面 又不是去到一些 很發達的城市裏發展 沒有得發展 那就留在邊境裏 大家好像 好像在這個邊境裏面 只不過是一個過客的感覺 那我覺得他其實 這個設計 設計得很好的 也都運用了很多些 雪地的場面 你見到他都很用心去挑選的場面 譬如動物園 譬如有些叫做請物越過 就是他有一些很善幫力的場口 不過這樣 我覺得如果單純 從一些場口去看 你會覺得他設計得很好的 你有幾個心思 或者你拿一個語意拿得很好 甚至乎有時候 你見周忠祐和劉浩然 他們兩個的火花 剛才你告訴我 原來在戲外面已經拆了出來 但是你看戲裡面 他們都表現得很好 我覺得就是 就是這兩位三位演員 都是一個高質的演員 尤其是我很喜歡周東宇的 但是回到剛才說的 就是縱使有一些很漂亮的設計的場口 但是我覺得 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 當他們黏在一起的時候 當他們要順回這個故事的時候 偏偏就欠缺了張力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幫導演說好話 就覺得他偏偏好像又不想 你覺得這個故事很有張力地說的故事 就純粹是一個飄浮的游離狀態 所以我就覺得 我又不是很贊這套 但是我覺得導演的用心 我覺得是能夠得到的 但是我始終都覺得 如果有多少少資訊的話 我想我或者其他觀眾看的時候 會投入多少少 就是進入這三個年輕人的創傷 就不是現在那種 大家一起猜猜猜 突然間有一場就是劉浩然 在那個disco裡面 拿著一顆冰在那裡哭 然後我都勾頭 為什麼 你沒有前面的鋪牌 我何來跟你一起感受到 你那個悲痛 就是我看的時候 我是不明白的 所以我就 所以究竟是用什麼角度去看一部電影 如果你要去into那個角色裡面投入 是未必有可能的 因為你不知道它本身發生什麼事 所以其實作為一個觀眾 好像是一個過客 就是從外面去看一部電影 就是那種很淡淡然 但是愛傷 有輕微的愛傷 有輕微的頹廢 還有輕微的微爛 這樣去看 反而我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 原來我反而是從這個電影那裡了解到 原來現在中國內地 是都挺前衛的 這部電影 因為我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都挺大膽 原來是可以的 現在這樣 譬如有一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 洗澡鏡頭 是的 洗澡 還有周東宇那些床戲 如果你外國 西方國家 當然是很濕濕 但是 將這件事搬到在中國發生 是不是這部電影已經是 向前邁捕了一大步呢 就是你會覺得是一個 都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角度去看 其實最後我也想回應那幾場 就是激情戲 就是激情戲 就是我覺得激情也有 但是始終就是 我們進不了那個感情裡面 就是我覺得就好像 刻意地做一些場口是激情的 那尤其是譬如說 去到尾段 周東宇洗澡 接著劉浩賢 接著後面隔著那個 浴簾去撫摸他 又是一個很漂亮的 善邦靈來的 就是就算我撫摸到你 但是好像都隔著一層的 大家都明白一個 就是你覺得 導演跌倒得很好 拍得很好 周東宇很極限 去到差不多見到的了 但是 那個感情呢 就是我 我是進不了那個感情 就是我不知道可能 其他觀眾進到 但是我看的時候 我都是不明白你的動機 就是不明白劉浩龍的動機 為什麼要在那一刻 要這樣去激情上的交流 變了我覺得 就是導演 他擺了一種姿態在那裡 就不是一個 就是做了很漂亮的事 但是又不是說一個很漂亮的故事 我都這樣 不明白 就是例如可能 他遇到在雪地上 遇到一隻熊 那裡 我都不太明白 就是 這個我都可能 就是可能有一些位 就是他遇到一隻熊 接著他們又不 不怕 不成這樣 接著那隻熊又好像很乖 就是這些場口 就可能需要 導演一些解說 才去理解究竟 他是想去表達什麼 是的 所以 我的小總結就是 就是沒有之前那裡那麼好的 始終我覺得最好看 都是巴馬不在家 而戴嶼已經有一點 叫做 很放鬆一些東西 就是 譬如 跟私生戀那場床上戲 其實我覺得那場有點反效果 那來到延東 我覺得就是 可能製作上 太過時間太過闖絕 就變成有佳章 有佳句 但又不是一個很完整的故事 我覺得是 嗯嗯 還有可能他去了 始終不在自己的地方拍 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這樣 嗯 因為 最後一句就是 原來導演今年已經都交了一套 叫做 The Drift 都是西片來的 是的 是的 非洲 好像香港沒得上過 有沒有上過 香港沒有上過 好像不太過 應該我不會漏 應該我不會漏 那就變了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看完 就是已經是 變了一個叫 國際化的導演 是的 那就看看有沒有機會看完那一套 好 那我們第二節回來就說 其他其他戲了